说起和珅 大家都知道她是一个大贪官 但是可能有很多人忽视了很重要的一点 那就是她其实也是非常有能力和聪贵的一个人 从一届寒门学子爬到了一国重臣的高位 更是贪免了无数的财富 她的能力不能说不强 但是这样聪明的一个人 她为什么在乾隆死后立马就被家庆给处死了呢 难道她在生前就没有预料到这个结局 为什么不去巴结家庆以求生机呢 其实并不是她不想 而是她有力无处使让 我们先来说立处的事情 自从九子夺底以后 清朝就不再明确的设立皇太子 而是由皇帝们自己领接班人 直到死后才会公布 所以和珅就算是想要巴结未来的皇帝 她也不知道巴结谁去 毕竟皇子那么多 巴结不过来 其二她贪污了那么多的钱财 这就像是一条已经被养肥的猪 作为辱人 难道就会因为猪抱着你的腿 叫欢了两声 就决定不杀猪了吗 显然这是不可能的 所以说无论她如何的去巴结新的皇帝 这都是无用功而已 可以说和珅自从她开始贪污的那一刻起 她的死就已经是注定的 说不定她也是深知这一点 所以她才没有做出任何的努力吧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